手游哭完 上课中 这周思想品德课的任务是主动帮助别人 那万一没有遇到需要帮助的人怎么办 我们要用心去发现 哪怕只是帮提重物的妈妈开个门也行啊 这任务也太简单了 放学后 这公交车是不是迷路了 这么久都不来 这么快机会就来了 先不要激动 先好台词 不要吓唬老爷爷 要有礼貌先叫爷爷 然后再帮他拿东西 老东西 爷爷 我帮你拿吧 你居然叫我老东西 不会呀 爷爷 帮忙 喜欢 记得订阅哟 我老东西 就算不来 太ocalypse 了 我老东西 我不缓 看不出了 要